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日哥 大家好 我是小丁 我是小廖 今天我们来到龙记的IT田 上去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的景色 走 走吧 这阁楼好漂亮 全部都是木构建筑的 来看看我呀 哎呦 是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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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啊 鸡 鸡 鸡 好像是 羊的吧 真的 看到别 这下面都是农家鱼 这上面这个农家饭店里面的 放在上面沾起来 没看上了就 看上哪一条去抓哪一条来杀 看下面这个 好神奇的 是上面山寨上面的人盖帮子 从上面给它熨料上去的 小绿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原理把它拉上去的 这个好像还挺快的 现在刚才这里的房子都是木构建筑的 非常的有民族特色 走吧师哥 走了 小鸡过来 等等我 你看 还有很高 爬吧 嗨好看了 金桩桩的 那边有人收购到谷 我们去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体验一下 去看看 阿姨 能不能让我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快 体验一下这个 好 好 我们讲试一下 好 行不行啊 这个链铛还是挺锋利的 嗯 喂 这个链铛的比较矮一点就是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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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四哥你也来一下吧 我来 和我家小鸡的时候是一样的 小鸡是一样的 中更云 一分收获 勤劳的人民 是最值得尊敬的 祝他们五股丰登 祝他们年年有余 好了小六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下一站是 三江风雨桥 喜欢小六的视频 搜索关注小六高野 再见 再见